喂,HELLO 喂,HELLO影博,聽到聽到 聽到聽到,是 喂,Kenny 想跟你說Surveyor那些東西 好啊 我年初都打過電話來,跟你說 我買樓好了 沒錯沒錯 現在就住一層樓 嗯,OK 很多網友很擔心很多問題 其實Surveyor也會幫你看 是的 你說煙通,我也有問題 他也會告訴你會有什麼要做 都說了很多東西 延伸上面又會是那些立車 又要過了十年,又要鋪國 嗯 那地下又好像 那個水口呢 又會有些東西要喚喉 看熱力 因為都用了很久 其實上面有很多問題 當然最重要要知道什麼問題 就是有些什麼是有即時會有影響的 是的 這才是最重要 其實我們家裡有很多東西都有問題 是 那到底即時要做 你搬進去之前要做什麼呢 那你就照自己考慮 那如果太多的話 那你就要考慮一下買不買 那還有Surveyor也會說 這些東西如果你要做 你是大約需要多少錢 將來會多少錢 他會給你一個數目的 嗯 那你這個數目呢 就是可以和你的業務 再去搬進去 嗯 明白明白 對,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問題 那有些不是即時就算了 那即時有些影響的 那些就跟業主再說了 就是提供了之後 那個數目你可以嘗試再低一點 當然你說得有禮貌一些 還有說得你憂慮有什麼問題 那譬如我們最憂慮就是水管問題 那看他 那看他 那想說 建議將來做 有機會要做成一萬磅 那你說 那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那當然你不會說 要他減你一萬磅 譬如你減他五千 那看他肯不肯 就是這樣 如果當時 如果當時 如果那個屋主不肯 你會怎樣做 我不知道 他有點不肯 因為他有點不開心 因為他已經提供了給我 那Servia 之後Servia再出了報告之後 那其實我們也是 給個報告給業主看 那其實他 我們要求 譬如他當時要求我們 大約要將會做二萬磅 其實我跟我太太商兩個 都是不要要求那麼多 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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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就要求我們八千磅 那他就很生氣了 那這個業主 當然生氣了 八天也很多 真是 百雞野 你噓我們的 百雞野 所以他主要就說這些東西不是即時有問題 你不應該這麼多加的 甚至乎我們這邊的經紀都是這樣說 他說很高,很高,很高,叫他加8000 我說Saria提議是2萬的磅 但他們會覺得很高,很貴 搞到我們就終止,立刻叫停 叫我們律師叫停,不要再搞任何手續 暫時擱置,我沒有說取消,暫時擱置 只有我靈向通知你,繼續搞那些手續 他就有點害怕了,我們這樣停止 因為我們這樣停止,經紀就會直接知道 加上他那邊的律師都會直接知道 當然他們會商量了一兩人之後 他們就有經紀開口了,即經紀做和事佬了 這樣大家要是說4000元,4000磅 後來我和太太上兩人都接受了,這樣就OK了 在那個價格之後再減多4000元給我們 即到最後的成交加幣再減多4000元 明白 就是這樣做 當然我們都… 其實他會提議的,上面有個報告寫得很詳細的 通常都不會說他提議你將來要做一萬磅 你不會說是營運一萬磅 你可能都會打滾頭的 是 而且都是,都預料了 舊屋來講,我不知道新屋是舊的 是的,預料了很多問題 他看得很清楚,你放心吧 剛才你們網友說的話,他全部都會幫你看完 甚至乎看那些日本虎杖那些植物 你知道嗎?你有沒有留意 日本虎杖那些植物 要你層樓發現,基本上你層樓都要重建 即是很嚴重的 即是白鞋,地下水管 他會揭起爛馬里,外面發現那些 那些階段,看看那些水管 看看外面門口 其實Servia 其實可以幫你看到很多東西 甚至乎Servia 是很好笑的 我那個很幽默的,他寫的報告 即是不是很官方,很死板的 他會開頭介紹這個業主刑 可能他會了解這個業主是甚麼人 他會寫在這個報告那裡 那他們就很好笑 你知道他們說話,不會這樣直接說 那他瞭解了他,他見到家禄有些吵架 即是有些,他們可能不太直播 那他就會寫在這個報告那裡說 他就怎樣說呢? 他說,由於他們整家人都可能是做NHS 他們很忙的 就沒什麼時間的了 所以他們可能家禄就不太直播了 其實這些好像聊天,為何要寫在這個報告上呢? 其實是我後來跟我太太想回是對的 她將來是我夠不夠膽跟她巴筋的 這些細節 其實她是用一個幽默寫出來的 當然後來我用這個報告的這段說話 我沒有給她看了 但其實我只是說他們其實是 那些細節的東西你可以從中知道一些東西 一些東西是方便你進來巴筋的 明白明白 但是我... 譬如說,他推薦你有兩萬東西要做 其實我心想一下,我自己覺得 到現在你不做都沒有東西的了 就是這樣說 其實不用理會她的東西 其實... 他實際上想一下什麼東西呢 我全部都沒有做的 但我已經有她住了 其實不用理會她的東西 我就是想著一直住一直做 因為我起碼都想著住很多年了 那今個暑假有空就做一些 下個暑假有空就做一些 就是這樣做 沒有錢 不夠錢就不做 不做 或者不做就行了 做了即時要發生有危險的東西 就是這樣 明白明白 還有如果... 我...我不知道 我這個業主是不是對自己的蟑螂很有信心 是不是 都要這樣看一下 這些就看他們有沒有跟那個業主 怎樣溝通 還有你進去的時候 你都感覺到的 其實有什麼爛 你都感覺到的 其實... 我看樓的時候 是right move 你知道啦 那些照片是很漂亮的 嗯... 那麼... 進去看樓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 就很晚了 進去看 看不到 其實日後看 再去看過 那些牆身 其實是很骯髒的 那麼... 你說爛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很少的東西 是爛了的 但是這些一定是住了進去才看到的 很多時候 哦... 那一定是 拐走了那些傢伙 拐走了那些傢伙 就等於那個女人落了妝 哦... ok... ok... 明白 那些呢 我就自己維修 就是那些簡單一點的東西 一些脫脫漏漏的 嗯... 有些東西就一定要找師傅做 都不是掙了很多錢 都是掙了... 就是... 暫時... 我想要立刻做一個 換一個臭油煙機 或者是做一些電製爛了 都是... 就收了大約七百磅 就是做了幾樣的東西 ok... 最重要的水管問題 我想要遲些才做 嗯... 因為我們... 因為我要水管問題 我除了自己要做 還要討論水母處 就是Water Thames 那些是要通知 他要申請的 那你知道英國人做事 就很慢的 那就要慢慢申請 未申請到 你又不值得次 明白 就是... 就是這樣 那他提議我們的 煙通也要做的 就是煙通也有少許... 裡面有少許... 裡面有少許... 有少許... 有少許... 好像... 那些磚都要為手 那些就要煮久了 那些就要煮久了 才要煮 或者不煮都可以 你說那些煙通的磚裡面 嘩... 即是... 他真的沒有影響那麼大 即是... 這個是零影響的 我不知道... 煙通的磚... 所以他會... 真的會燒柴 哦... 一個星期間 一兩晚會燒柴 那些其實我就算 不用煙通 我都可能一年 或者回來洗一洗 那這個很有限 你比較特別 因為我不知道 很多煙通都封了 我不知道 譬如我現在也是封了 你封了其實他可能是一個 改革 其實他可能還不是真正封 你要知道是不是真正封 即是連某個頂部都封了 那這些煙通都會幫你看 OK... 對... 應該就... 我只是看一看 其實你遇到... 就像你說衛蘭的問題 我看了你的影片 那隻狗仔 其實衛蘭 你這個是Terence來的 對嗎? 沒錯... 其實通常 無論是Semi-Detached 還是Terence 通常一邊的衛蘭是屬於你的 一邊的衛蘭是屬於鄰居 那我看你的影片 你左邊那個應該屬於你的 即是狗仔進來這樣看 對... 對... 右邊那個應該是鄰居 對... 其實鄰居負責整 對... 但你要同一層 對... 我想應該是 不過你搞清楚一點 可能我調轉了也不可以 你覺得對 所以有些問題是我的 他說有一邊是為何沒有做 應該屬於鄰居 但我心想一下 即是... 那我弄了那怎麼辦 難道他打我嗎 難道他打我嗎 嘩... 有些人是好心的 你知道 有些人可能不想弄 有些人可能 教你住一個單身老人 他連花園什麼都不想弄 對... 我弄了... 都不想弄靈他 那怎樣做呢 有些人是好心的 喂... 我衛收一下那個衛蘭 我又弄了 你又弄了 你不如夾些錢一起弄 這樣咯 不用你出光了 難道你夾錢 你這樣說 可能他們就肯弄 如果你說你完全的錢出光 可能旁邊那個人說 我都是這樣住的 是不是 這樣咯 看你怎樣跟他們溝通 是咯 或者你多些錢 不如我出錢 我只是通知你 你弄的 你弄的時候 你給我的工人進來就可以 這樣 其實這些人 是咯 我自己弄 我自己弄一塊板下去 其實很容易弄 我覺得很容易弄 我覺得很容易弄 我想都弄 不過你 你要當作 你不會踩過街 我不會 不會 他都不理的 隔壁 隔壁都不理的 簡直 簡直不理 那我弄一塊 弄個城堡出來 他都不理的 理論上就是 也不怕 理論上就是 不過如果你說 你真的有啟鬆仔 有時鬆仔都說 如果你弄一些東西 太高 他可以說你 可以說你遮住他的視線 類似這些問題 類似這些問題 最重要是 跟別人打聲招呼 你還沒搬進去 你正在裝修的時候 已經要跟別人打聲招呼 聊天 這樣就會好些 什麼事都會以話為些 還有我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沒住過這裡 理論上也要跟他們 可能旅行也要跟他們說聲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啊 你的關係好些 你去旅行倫敦玩一個禮拜 你要倒垃圾 他都可以幫你推垃圾桶出去 倒垃圾桶出去 幫你推回賣來 因為你知道放在外面 垃圾桶 還有 有時幫你收信 幫你收肩 那你關係搞得好 其實就是有好處 大家會想幫助 而且最重要的是 拆的問題 你知道會爆格 你的鄰居很重要 你幫我看著監督 如果有拆你單聲 未必要做到什麼 起碼通知你 就好些 就是這樣 真的要回 真的要回 你住這些房子 也有個問題 就是隔音是比較差的 我現在也聽到隔音說話 我明白 他那些叫撕 撕的那些 我也知道 撕是兩邊牆 那你會聽到 那些聲音 我明白 這件事自己要習慣 不要太大聲說 首先 因為我們總共廣東話 很大聲 哦 但我覺得又不怕 他們那些很小聲說話 習慣了 還有那些搬椅子 那些聲音 在廚房不要聊 那些搬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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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要看這個扭令 譬如是 Semi Detached 我現在Semi Detached 就是 我之前 9年來租的那間 是搬得不錯的 那我現在買這間 這間是差一點的 那扭令是搬了幾十年 我現在住這裏是 before 1900年 即是超過一百二十幾年 那他是差一點那些 那些搬椅子 OK 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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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在這裏很普遍 那就是 補充少少少 講少少 其實將來都會理會 遇到很多東西 其實也不用太緊張 那些網友說的話 我沒有理會 其實我沒有理會 我沒有理會 那些東西 有些東西煮到你便吃 就是 難道有矮我不住 矮我也沒怕過 矮也沒怕過 大矮也能稱得到 就是 不過你是怕那些 日本虎將 叫做 虎將是 那些 那些就會怕些 那些 那些 那個虎將是甚麼樣子 是怎樣的 我沒有理會 上網查一查 上網查一查 日本虎將 應該是 那都 會影響 影響整間 整間 陸的結構 我 我有留意 你都會看的 不過你可以再留意一下 我有留意到 應該就不覺得好像有的 因為它有一棵草仔 但是應該 在外面的 其實 那些很厲害的 蔓延得很快的 而且如果滲入了地基 基本上都聽不到的 最怕的這件事 不過這些很少會發生的 真的很少會發生的 不用擔心這些 那些 我想沒有些 你看看 最多的就是 上網查一查 有些事情要先整 那你就有心裏 有一個預算 在這裏 我想知道哪隻虎將 好像竹那樣 好像竹 我不肯定是竹 是日本虎將 那 不要 我們先說這麼多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Kenny補充 買樓的東西 不管了 虎將我都照著 說真的 我怕什麼 怕我的獎 我又不怕 對不對 都不是即時性的 一波虎將 然後要你做什麼 拆骨 這樣 不怕 其實沒有什麼很害怕的